打击卫生黑点不可虎头蛇尾 三屋大厦急需监管 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8月16号星期二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李久哥 与您一同点关香港 向来关心疫情 本港新增5162宗确诊个案 包括4890宗本地确诊个案 其中1734宗为核酸检测确诊 3156宗为快测阳性 且核酸复合阳性个案 再来看几条简讯 由港独分子假借环保组织名义 略政府资助 三年吸金600万元 团体绿色再造骨干成员 是被DQ的反中乱港分子 利用环保组织名义摆接战 却做个人政治宣传用途 翻查资料 绿色再造的社团注册地址 维权湾前区议员赵恩来 位于权威花园17商场的议员办事处 而他早前为乱港分子李卓人的议员助理 于去年9月被控山货他人 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罪成被判入狱8个月 环境及生态局回复记者查询时强调 局方和环境保护署会展开调查 有需要时会寻求律政司意见 和相关部门协助以决定合适的跟进行动 公务员事务局今日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 在2017-18-2021-22的5个财政年度 共有1124名公务员因干犯严重不当 或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 而需接受正式纪律行动和惩处 当中155人被免职 单在2021-22财政年度 公务员被免职的个案有51宗 局方指出对于表现持续欠佳 或因种种原因令政府对其执行公职 失去信心的人员 政府可根据相关条例 基于公众利益而着令这些公务员退休 终止聘用有关人员 该类个案在去年有70宗 立法会议员周文港今日表示 有部分海外及内地新生表示 来港遇到困难 建议政府增加来港一名额 至于回港一看齐 周文港指今年有超过4万名 来自海外及内地的新生 当中包括近3万名内地生 现在根据来港一计划 深圳湾口岸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每日免检一名额为1000人 建议分别增至3000人及2000人 他也建议扩展来港一试用范围至机场 为期三个月的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 本月14号正式启动 着力清理全港超过600个卫生级街道管理黑点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昨日表示 行动将会持续至未来一两年 强调打击卫生黑点计划 实事求是不是作秀 欢迎市民向局方举报 而运输署也会于短期内提出修例 希望改善后巷 气质电单车等问题 政府也将研究提高 违法张贴接招的法则 全港清洁运动刚刚展开 不少卫生黑点的情况已经见改善 但是担心有关行动虎头蛇尾的市民 不在少数 全港有超过4000栋三无大厦 也就是没有业主法团 管理公司及任何居民组织的大厦 当中不少都是在特区政府 这次重点清理的600个卫生黑点之中 三无大厦大多集中在旧区 除了乱抛垃圾 还有鼠患 旧招牌 治安等问题 长期困扰香港社会 如果破解不了三无大厦的管理问题 就会陷入你亲我丢的梦魇中 不断循环 三无大厦的问题根本在于缺乏监管 虽然是历史遗留问题 但是却不能以此为借口一直拖下去 要解决这一问题 应该想方设法把这些大厦管起来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 大厦管理与物业管理密不可分 两者可统一归于房屋局管辖 而不该只是目前的民政局 将相关问题纳入一个部门监管 成立专门机构 持一些街道后巷的清洁 这是较为可取的方法 而有了监测必然就要伴随有效的法则 其实近日不少传媒已经报道及评论过 接近20年前定立的乱抛垃圾法则 只罚伪利市民1500元 明显是欠缺阻和力 特区政府可在审视世界各地的法力之后 定出更适合一更为合理的法则 毕竟当个别市民有恃无恐之时 法则始终是有效的手段 这次计划之后 香港卫生黑点问题会否复旧如初呢 要真正保持环境整洁 除了加强监管工作 加大刑罚力度 也要考虑从根本解决问题 这些卫生黑点之所以存在 很多时候是因为有人贪图方便 而这种错误意识 不能仅依靠法则一网打尽 必不可少的是从教育层面出发 从小就教育下一代要爱护环境 不能乱丢垃圾等等 参考日本 国土狭小资源有限 于是日本的孩子从幼稚园开始 就要学习各类垃圾的分类处理方法 这也成就了日本垃圾分类工作的成功 特区政府要清洁香港的决心大 行动快 诚然要彻底打击卫生黑点 既涉及特区政府执法 也涉及市民商户等丢弃废物的习惯 要成功地整洁香港的市容 官 商 民 三方都要处理 缺一不可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久哥 再会